《跨境理財通》 經常都說了跨境理財通這幾個字 但其實實質上不是太多人知道什麼是跨境理財通 以及如果我真的需要參與這個交易的話 其實有什麼準一條件 其實跨境理財通是一項即將要推出的互聯互通的全新服務 如果推出跨境理財通 意味著大灣區的居民個人可以進行跨境投資 可以去到大灣區購買一些指定銀行的合資投資理財產品 而根據購買人的身份分為南向通和北向通 首先北向通的申請人其實就是港澳居民 要求持有效回鄉證和非弱勢群體的客戶 而對於南向通的申請人通常我們說是大灣區 九個城市戶籍的居民或者是在大灣區這九個城市 連續矯立社保或者是個人所得稅滿五年以上的居民 當然南向通的申請人還要符合南向通投資者 一些資產和其他方面的要求 同樣也要是非弱勢群體的客戶 明白了聽你這樣說很簡單 其實就是南向北向互聯互通的意思 這個資金流動的概念其實想想想很多年前已經開始有先例 例如是我們經常會接觸的互深港通 又或者在六年前其實已經推基金互營 可以賣基金產品 其實你認為今次再推跨境理財通 那個優勢和吸引力會不會仍然這麼大呢 其實我都一樣看好的 因為本身內地新經濟就一定前力 而大灣區是一個開放程度很高 經濟互利又很強的地區 同時它亦都是一些創新科技 多元化的產業鏈中心 亦都是我們全國最為富庶的地區之一 賺錢 是的 最近其實這幾年很多國際的投資者 都是增持了人民幣的資產 所以我們相信如果看好內地經濟發展的 香港投資者 透過這個理財通的服務 是可以開拓到他們自己在本地 或者是跨境一些資產配置 就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投資理財的選擇 所以都會覺得是有吸引力 有吸引力 不過這樣吧 有選擇都要有需求 是不是 是 之前我就看過一份調查研究報告 就是來自西銀的 他提到內地居民的儲蓄率 其實就原來很高的 整個45% 香港呢 我們就不知是否習慣戶卡 儲蓄率低跌 那大概就25% 那我再看一看 其實大灣區的人口 涉及有多少呢 原來整個7000萬人 就是香港的9倍 是不是 如果是這樣呢 就是我們進一步了解內地的一些資金 其實這幾年想衝出去內地 就是周圍去挖一些投資機會 那個異獄呢 會不會是比之前大了 這個我想一定是的 大灣區的確是有一個很龐大的下戶群 那其實我們看2019年 胡潤的財富報告呢 都有數據顯示 大灣區持有超過600萬人民幣的 這個富裕家庭呢 其實都有37萬戶 是的 那這個數據呢 是多於大中華區同一類家庭資產 超過兩成的 所以相信將來這個都是一個很龐大的市場規模 嗯 是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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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